拥有26年历史的北美第一家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台天下卫视在湾区落户扎根了 并且将会在本月底正式开播 信号将会通过无线频道4.2台 有线频道193台和第三大平台播出 9月18号天下卫视在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翡翠江南举行了开幕交会 现场众多的镇要名人齐聚一堂 一同见证令人振奋的亮灯启动一事 拥有26年历史的北美第一家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台天下卫视在湾区落户扎根 将于本月底正式开播 信号将通过无线频道4.2台 有线频道193台和第13大平台播出 9月18日天下卫视在位于三藩市市中心的翡翠江南举行了开幕交会 随着湾区华人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天下卫视三藩市台应运而生 三藩市台总经理黄浩颖在开幕交会上表示 天下卫视团队深入研究湾区民众的需求 期待提供给民众一个全新优质的华语频道 除了提供新闻资讯以外 天下卫视还将重磅推出多个精彩的综艺节目 满足不同的年龄层观众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媒体 天下卫视不仅仅将亚洲集市动态传递到北美 同样也会将北美的生活传递到世界各地 我们本地的综合性的资讯的节目 提供给旧金山和湾区的人 同时也把湾区的生活和资讯 也全顺到世界各地给我们的华人看 开幕交会邀请到诸多正要参加 其中包括加州众议员邱幸福 加州众议员朱赶生 三藩市估值官朱家文 三藩市市餐市微善高 乌伦市议员桂伦 以及其他多位重要的代表 也有到现场为天下卫视颁发贺壮 而代表三藩市市长李孟贤的三藩市经济及劳动力 发展办公室部长谭达华 也在现场攻驻天下卫视正式登陆三藩市湾区 随后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副总领事毕刚 也表达了对天下卫视三藩市台的期待与祝贺 从洛杉矶到这里 可以说是丰富了旧金山华人的生活 拓宽了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最后现场嘉宾一同倒数 见证亮灯仪式 为天下卫视三藩市台 9月底的播出正式拉开序幕 天下卫视记者汪欣怡 在三藩市的采访报道 稍 deck